编译后的小黄仁到底有多厉害 原本呆萌可爱的小黄仁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就在刚刚 一个巨型吸血时 从天而降 超强的犀利 瞬间把实验室打包带走 就在几天后 格鲁正在遛狗 而狗子的一泡尿 瞬间能让花草枯萎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叫他 女人叫宝儿 是反恐联盟的特工 想让格鲁跟他去一趟总部 格鲁一听瞬间不乐意了 他拿出口红 要教格鲁如何做人 宝儿费了好大劲 才把格鲁塞进了后备箱 看到老大被抓 小黄仁立马追了上去 通过后视镜 宝儿看到了小黄仁 于是一个急刹车 小黄仁直接掉到了车里 一记电击棒 轻松解决小黄仁 紧接着 一脚油没踩到底 直接窜进了海里 随后 几人来到反恐联盟总部 在联盟局长的解释下 格鲁制裁知道 就在不久之前 实验室被神秘人偷走 而这个实验室内 正在研发一种变形血清 就连兔子在注射后 都会变得凶猛无比 如果血清落到坏人手里 那会我将不堪设想 根据线索排查 他们在一个商场内 发现了血清的踪迹 之所以把格鲁请过来 就是想让格鲁当卧底 毕竟格鲁曾是超级坏蛋 以最了解坏蛋的手段 可格鲁听后 直接拒绝了 现在的他 是个正经果酱商人 只像这个全只奶爸 随后 格鲁带着小黄仁 划着小船就离开了 回到家后 他来到了自家工厂 血清滑人们都各司其职 忙得不亦乐乎 这时 博士拿出新果酱 准备让格鲁试诗 可格鲁一尝 瞬间变成了苦瓜脸 果然 博士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此时的博士 心情很不好 他很怀念当坏蛋的日子 感觉现在这样很无聊 于是他准备跳槽 去追随更大的坏蛋 格鲁很无奈 只能看着老搭档离开 零酒前 格鲁还用最高礼仪 21响臭屁炮 欢送博士离开 在博士子后 格鲁决定 接受反恐联盟的邀请 帮他们找回血清 第二天 格鲁来到蛋糕店 总部还把宝儿派了过来 让他协助格鲁的调查 就在派杀嫌人时 隔壁的老板走了进来 可格鲁仔细一看 瞬间吓了一跳 他想起了20年前的超级恶霸 那人叫虎哥 人狠话不多 传言他已经死了 可格鲁却十分确定 这个胡子男 就是恶霸虎哥 血清一定就在他那 到了晚上 两人潜入了胡子男的餐厅 想要一探究竟 可却被一只鸡发现 没想到这么呆萌的鸡 居然是个战斗鸡 把格鲁打得毫无反手之力 此时他的表情 就要捏表情包里的第六个表情 最终在宝儿的帮助下 这才解决了他 随后两人开始寻找线索 通过偷射仪发现 墙壁里藏有一个瓶子 可打开一看 这居然是苹果酱 就在这时 胡子男来到餐厅 看到店内一片狼藉 他知道有人闯入了这里 看到他的鸡 被欺负成这样 胡子男怒了 拿起菜刀就冲了进去 危机关头 格鲁用激光枪 在房顶开了一个洞 等虎哥进来后 两人已经逃了出去 此时 小黄人赶来接应 宝儿猛踩油眉 直接破窗而出 调查还得继续 他们在商场捉一排查 可格鲁一表心 直接摔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宝儿和格鲁 也越来越默契 不知不觉 他们走进了彼此的内心 几天后 局长在假发店 发现了残留的血清瓶子 老板被抓 偷偷事件也就结案了 宝儿也要被调到澳洲 听到这个消息 格鲁很舍不得 在临别时 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心中的话 宝儿把口红电机棒 送给了格鲁 让他留作纪念 分别之后 格鲁格外难过 直到这一刻 他才意识到 自己早已喜欢上的宝儿 可他就要离开了 此时 格鲁非常犹豫 他很想给宝儿打电话 让他不要走 可最终 格鲁还是没有勇气打电话 于是直接把电话给烧了 与此同时 飞机上的宝儿 看水都像格鲁 宝儿也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打开飞机舱枉 直接跳了下去 一辆冰地人吃了路过 最长的小黄人一拥而上 可没想到 这是一个陷阱 小黄人全部被吸了进去 不久后 他们就出现在了沙滩上 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 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被绑架的 可是下一秒 睡着管道 来到了地下基地 一个针头刺向了他 下一秒 小黄人变成了长臂员 眼神也变得凶狠无比 而另一边 格鲁带着三个女儿 来参加胡子男的派对 在此期间 他看见胡子男 鬼鬼祟祟地进入了一间密室 等胡子男走后 格鲁按照他的步伐 也跟了进去 格鲁来到了地下基地 当他看见剧行此点时 瞬间确定 胡子男就是虎哥 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并且在博士的帮助下 已经黑化了一群小黄人 虎哥想拉格鲁入伙 激动地说着 统治世界的计划 可他不知道的是 格鲁早已改邪归正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格鲁只能假装答应 随后 带上孩子们就回了家 就在格鲁走后 宝儿来到这里找他 就这样 宝儿被虎哥抓走了 格鲁到家后 博士打来电话 说出了宝儿被抓的事 得到这个消息后 格鲁带上小弟 就赶了过去 就在格鲁走后 家里遭遇了突袭 一只变异的小黄人 闯进了家里 这可把孩子们吓坏了 危机关头 博士及时赶到 他用解药恢复了小黄人 为了帮助格鲁 他配置了很多解药 另一边 格鲁带着染色的小弟 混进了城堡 可一表心 小黄人弄掉了颜色 三人拼命地跑 小子人拼命地追 他们被逼到了塔顶 危机时刻 博士及时赶到 一对解药输出后 小黄人们终于恢复了正常 好在波士改过自新 这才让格鲁幸免于难 然而此时 宝儿被绑在鲨鱼导弹上 虎哥刚准备按下按钮 就被小黄人抢走了 虎哥很生气 直接黑下了变异血腥 变异后的虎哥很凶猛 格鲁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危机时刻 格鲁拿出口红电击棒 直接叫他做人 格鲁准备救下宝儿 可万万没想到 这只鸡走了出来 对着按钮就啄了下去 导弹瞬间发射 危机关头 格鲁急忙割断绳子 而此时的导弹 马上就要撞到火山 格鲁终于鼓起勇气 向宝儿表白了 宝儿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随后 格鲁抱着宝儿 直接跳了下去 还好落入海里 这但让他没成功躲过一劫 最后 两人在家人的见证下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从此开启了幸福的生活 这只蝙蝠叫修地掀开翅膀 他怀孕了 德古拉高兴地穿上了天 就在一年前 德古拉的女儿居然和人类结婚了 德古拉却有点舍不得 于是 最终 在亲友的见证下 婚礼圆满完成 几个月后 宝儿怀孕了 得知这个消息 德古拉兴奋极了 立刻给女儿安排了营养大餐 不仅有蜘蛛养胆汁 还有尖叫丸子汤 看到老父亲这么用心 宝儿都被感动哭了 在德古拉的信心照顾下 小蝙蝠终于出生了 这可把德古拉开心坏了 自己的高贵血统终于后继有人 真日到了 如此高兴的日子 必然少不了这些怪物朋友 他们给孩子准备了很多礼物 不仅有24K的纯金项链 还有迷你断头台 但宝儿却不想让孩子 接触这些危险的东西 只希望他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为了不让孩子发生危险 任何尖锐的东西都不能存在 甚至连女巫的鼻子都不行 不仅悬崖要安装防护门 就连厕所的马桶也没放过 德古拉对丹妮的期望很大 时刻盼望着 他能长出尖牙 成为喜悦鬼 可丹妮就是不给他面子 现在的精灵女士 已经彻底大变样 不仅开始接纳人类入住 还和时代接上了鬼 僵尸小哥学会了屁图 宝儿大哥学会了 用电脑订外卖 甚至就连狼人奶爸 也学会了打网球 唯独德古拉 依旧是个二傻子 杰哥叫他用蓝牙发短信 结果 他居然真的叫来一个蓝牙 看着丹妮一天天长大 德古拉想叫他飞行 可结果 看到这个法子行不通 他又带着外孙 参加了狼人的派对 派对中 狼崽子们玩得很嗨 把大猩猩的毛骨都给整没了 并且还把丹妮给撞飞了 直接磕掉了一颗牙 宝儿看到后很生气 说什么都要带孩子搬家 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听到宝儿这么说 德古拉下定决心 他准备在女儿搬走前 唤醒孩子的吸约鬼血统 于是他找到女婿杰哥 想让他带着宝儿去度蜜月 就在宝儿走后 德古拉叫来了灵车 他打算用冒险 来刺激孩子的血脉 就这样 一行人踏下了冒险之旅 路途中 几人听着宝儿摇着头 当德古拉来到目的地后 直接傻眼了 原本恐怖的黑暗森林 如今却被改造成了公园 德古拉很无语 可来都来了 不能就这么走了 于是他让科学怪人 表演如何吓人 就当他羞狠地冲出去时 结果却发现 女孩们压根就不怕 还非得要给他来张合影 无奈之下 德古拉又让狼人 表演如何捕猎 就被丢来的飞盘吸引住了 还和狗子干了一架 最终 只能派出木乃伊上场了 这一秒钟闪了老妖 看到这群猪队友 德古拉很生气 于是他准备扔掉狼人的飞盘 结果导致灵蛇失控 可怜的绿鼻涕 就这样掉下了悬崖 这群猪队友是靠不住了 德古拉只能亲自上场 他带着外孙爬上了万米高台 德古拉终于忍不住 他飞速冲下高台 危急时刻 接住了丹尼 而这一幕 正巧被熏熊孩子发到了网上 又碰巧被宝儿看到 宝儿很生气 于是立马给老爸打了电话 就连蜜月也不住了 直接变成蝙蝠 带着杰哥飞了回去 看到再也瞒不住了 德古拉想赶紧回家 结果灵车又被砸坏了 于是 几人只能坐着小电驴回家 大家可以长按点赞 给他们加下油 还没走多远 绿鼻涕就想撒个尿 结果一开闸 四道水柱就穿了出来 抽出了绿鼻涕的吸盘 愣是把绿鼻涕吹了起来 回会儿 他们就回到了城堡 可他们刚一落地 就被宝儿堵个正着 就在德古拉想解释的时候 宝儿直觉放出了视频 父亲过分的行为 让他很失望 于是他决定 等孩子过完五岁生日后 就带着他去人类的世界居住 很快 但你五周岁的生日到了 趁此机会 宝儿还邀请了爷爷过来 等着这个消息后 德古拉差点被吓尿了 此时他的心情 就像你表情包里的第六个表情 他发现孙女嫁给了人类 那这里的人类都不要活了 于是德古拉决定 把所有的人类 都伪装成怪物的模样 想要以此蒙混过关 就在这时 老爷子已经带着手下 来到了城堡外 而手下就闻到了人类的气味 当老爷子进来的那一刻 强大的气场 让整个大厅都变得鸦血无声 老爷子立马找到了虫外孙 结果却发现 他还没有长出尖牙 随后 老爷子准备通过惊吓 把丹妮的尖牙吓出来 于是便把丹妮最喜欢的玩偶 变成了怪物的模样 丹妮害怕的躲进了外公怀里 此时的德古拉也心软了 直接把玩偶变回了原形 看到这一幕 宝儿误以为老爹还没放弃 立马跟他吵了起来 然而杰哥看到席位受委屈 也立马加入了战场 结果一表心 直接暴露了人类的身份 这下可BBQ了 老爷子知道了真相 帝家的吵得更凶了 感觉到委屈的丹妮 独独一人走出了城堡 看到好朋友也离开 狼妮也跟了上去 可两人还没有走多眼 就碰见了老爷子的手下 他闻到了丹妮有人类的气息 于是便抓起两个小家伙 准备一把捏死他们 和狼妮二话没说 上去就是一口 直接把他甩飞了出去 看到好朋友被人欺负 丹妮生气了 体内高贵的血统 瞬间被唤醒 一声大吼 就将老蝙蝠振飞数十米 立马开始咬人 无数只蝙蝠倾巢而出 老蝙蝠挣出一块巨石 丹妮见状 一拳击碎 然后化身为小蝙蝠 对着老蝙蝠就是一顿乱锤 从森林打到网球场 可把老蝙蝠打惨了 伙儿和德古拉也找到了丹妮 知道他激活了血统后 都被他感到骄傲 看到外孙都这么勇猛 于是祖孙三代骑上阵 伙儿用意念控制石头 直接砸晕的老蝙蝠 而德古拉却只用一个眼神 就轻松地解决了众人 经过这场闹剧 老爷子也想通了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能够开心快乐就好 如果人不喝水 最多只能活三天 那么动物呢 炙热的阳光 烘烤着大地 小伞都化为了灰烬 他举起杯子 伸出了舌头 水滴落下的瞬间 就化为了蒸汽 他叫兰哥 就在不久前 他还是个娇生惯养的宠物 原本美好的生活 却因为主人开车失误 直接破碎了 兰哥懵了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兰哥定睛一看 直接被吓了一跳 他本以为自己够惨了 却没想到 还有一个更惨的 随后 兰哥向他打听 哪里有水源 对方告诉他 在沙漠深处 有一个黄沙阵 为了生存 兰哥只能走向沙漠 兰哥寻的声音 发现了伪装成石头的癞蛤蟆 一只老鹰出现在天空 兰哥被吓坏了 拼命地往前跑 危机关头 他钻进了铁罐 从缝里钻了出去 而老鹰的头 则被铁罐卡住了 就在这时 兰哥看到了玻璃瓶 当老鹰甩开挺外后 他直接愣住了 老鹰抓起玻璃瓶 飞向了空中 然后松开了爪子 觉得这时 瓶子碰到了石头 直接碎成了两半 奈卡玛还在幸灾乐祸 可下一秒 直接就被老鹰抓走了 到了晚上 兰哥爬上管道 准备在这休息一晚 可到了第二天 管道里莫名出现的水 直接把兰哥冲了出来 反应过来的兰哥 刚想要喝口水 结果水顺眼被沙漠吸收 兰哥一抬头 就看见一个美女蜥蜴 她叫豆豆 豆豆正是来自黄沙镇 可那里的水源 早已干枯 他这次外出 就是来寻找水源的 听说兰哥也要去黄沙镇 于是兜哥便带着他 一起返回了小镇 为了入乡随俗 兰哥学习了 当地人的走路方式 随后 遭到了周围人的嘲笑 原来水在小镇里 是稀缺而自圆 他们都把水存入了银行 成为了镇上的新型货币 兰哥出来此地 为了不被人欺负 于是便开始疯狂猛吹 什么拳打奥特曼 脚踢钢铁侠 听到这些话 本地人都被唬住了 可是没想到 他吹的牛 却引来了几个恶霸 他抢过恶霸的雪茄 直接吃进了嘴里 恶语哪能受得了这个气 随即来到大街上 准备要和兰哥决斗 可兰哥只是个嘴炮 根本不想决斗 觉得他想找个机会开溜时 却没想到 恶霸居然跑了 可结果一转头 直接被吓了一跳 兰哥吓得立马躲进了厕所 可老鹰哪能放过他 随即亮出利爪 瞬间厕所就被削成两半 趁着老鹰不注意 兰哥拔腿就跑 可还没跑多远 身上缠着的绳子 就被老鹰叼住了 兰哥想用枪射断绳子 可结果 老鹰怎么都想不到 补了一辈子的猎 最终被猎物给玩死 就这样 兰哥误打误撞 直接一战封神 成了小镇上的英雄 随后 镇长递给他一枚徽章 并任命兰哥为小镇的警长 就对兰哥走后 镇长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这天是镇上放水的日子 兰哥被安排第一个接水 可打开水闸后 落下的 就是一坨泥吧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傻眼了 就对这时 豆豆又说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银行内的存水 已经所剩无几 得知这个消息 这妹妹都来到了银行 纷纷闹着要提线 觉得这时 兰哥站了出来 甚至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到了第二天 银行的水全部被偷走 为了调查此事 兰哥带着小队就出发了 没想到在途中 意外发现了行长的尸体 更奇怪的是 这家伙居然是被淹死的 随后 他们经过一个山谷石 终于发现了偷水贼 随即带领手下 准备要将对方逮捕 可没想到 对方家族庞大 瞬间无数只雁鼠 从地下钻了出来 兰哥见识不妙 立马架着水槽就跑 雁鼠没骑着蝙蝠 就追了上去 在蝙蝠大军的火力围攻下 水车很快就发生了侧翻 而水桶也滚了下来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这个水桶竟然是空的 原来 昨天雁鼠在偷水时 发现水已经被人抢先偷走了 偷水事件 疑点重重 随后 兰哥找到镇长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结果却发现 镇长对此事并不关心 并且在小镇断水 镇民交集的情况下 他还能有雅性 去忙着开发工程 这不仅让兰哥 产生了怀疑 可就在这时 兰哥意外发现 镇长的鞋底 居然有湿泥 这让兰哥更加确定 镇长绝对有问题 原来 小镇水源干枯 就是镇长一手造成的 为了防止计划不被破坏 镇长请来了杀手蛇哥 准备解决掉 兰哥这个麻烦 这样的饮料 你敢喝吗 可蛇哥并没有选择 杀掉兰哥 而是选择了杀人猪心 他当众揭穿了 兰哥的所有谎言 生生那些英雄事迹 都是骗人的 在蛇哥强大的威压下 兰哥承认了骗人的事实 谎言被戳穿 众人对兰哥很失望 而兰哥也没脸待下去 他丢下了徽章 落寞地离开了这里 心如死灰了他 来到了沙漠公路 面对来往的车辆 也丝毫没有畏惧 但最终 兰哥还是晕倒了过去 现在早已干枯 就连地上的植物 都在摆脱土地的束缚 准备往外迁移 就这样 兰哥跟着迁徙的植物 来到了一处山坡上 兰哥傻眼了 他的面前出现了 一座豌华的城市 这里有源源不断的水源 随后兰哥发现了 小镇被关闭的水库伐霉 并且在地上 还看到了脚印 这不禁让兰哥想起 之前正常脚下的湿泥 兰哥终于明白了 原来正常控制水源 是为了地价买下土地 然后见到自己的帝国 兰哥想要真正当一次英雄 帮镇民夺回水源 于是兰哥找到燕鼠一族 和他们商量了一个计划 随后兰哥独自回到了小镇 看着枪中紧剩的子弹 不动声色地收血枪 此时的他 没有了任何畏惧 他划划走向蛇哥 将对方引到了陷阱上 看着天空的黑影 蛇哥以为是老鹰 吓得他东躲西藏 结果仔细一看 正在发现自己被骗了 拍戏尾巴 对着蝙蝠群 就是一顿猛射 兰哥本以为胜利在握 却没想到 镇长已经绑架了豆豆 为了豆豆的安全 兰哥只好屈服 随后 两人被关进了水箱 试图把他们淹死 就在这时 镇长准备杀掉 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的蛇哥 而此时的兰哥两人 已经被水淹没了 危机关头 兰哥用提前藏好的子弹 打碎了水箱 蛇哥看清了镇长的嘴脸 选择了弃暗投明 就这样 镇长被蛇哥带走 这场水源危机 也终于解除了 兰哥也成为了 真正的大英雄 电影最后 小镇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而兰哥和豆豆 终于也在一起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